指揮中心上週六宣布 接種過高端疫苗 如果有出國需求的民眾 只要減負出國就學或工作證明 就可以混打兩劑的AZ BNT或莫德納疫苗 同時說認證高端可以入境的國家 有六國 不過昨天修正成四國 不含以色列 阿根廷 而貝里斯實施的日期還有待確認 各國邊境政策鬆綁 包括美國等不少國家提出需要疫苗 接種證明等要求才能夠入境 指揮中心日前宣布 認證高端疫苗的國家 由紐西蘭 帛琉 印尼 阿根廷 以色列 貝里斯 但十三號指揮中心修正 不包含阿根廷 以色列 六國變四國 以色列自11月1日起僅開放完整接種世界 衛生組織批准的七種疫苗 以及俄羅斯Squintiq V疫苗的旅客入境 我國高端疫苗不再承認自裂 以色列 阿根廷在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有這樣子的准許 我們這樣可以進去 那現在所公布出來的常規的裡面 並沒有包含高端 至於入境貝里斯 外交部指出可免除隔離的實施日期 還有待公告 根據指揮中心統計 截至十一月十一號為止 國內接種高端的民眾 有七十七萬人 指揮中心再宣布 曾經接種高端的人如果有緊急出國需求 可以在間隔二十八天之後混打其他品牌疫苗 遭到外界質疑 政策鬧雙鏢 注射疫苗最擔心出現副作用 專家黃高斌認為不同的疫苗 間隔二十八天以上 可以減低對身體的影響 不過對民眾而言最期待的 應該還是高端疫苗何時能夠接受國際認可 記者綜合報導 已經是 5,1、4、1、8、1、4、1、消化 當左右 伸劝